女孩整容五万次 却把自己整成一张皮 除了嘴巴和眼睛是完整的 剩下的全部都是大动脉 碰都不能碰一下 还需要时不时给她喷价值十万一滴的保湿液 因为皮肤一旦干燥 就可能随时破裂 小美走到她身后看了看 直接就被吓出了 你表情包里的第九个表情 尽管别人都在取笑她 但她却根本不以为意 因为她已经活了两千年了 是宇宙中唯一存活的人类 此次出现在空间站 不仅是要亲眼看到地球的消失 甚至还想用非常手段控制宇宙 原来在未来的五十亿年后 太阳因为急速膨胀 变得越来越大 甚至要在半个小时内把地球吞没 为了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 宇宙中所有的达官显贵 都齐聚在这所空间站上 只有博士和小美式上来白嫖的 他们有妖娆美丽的树人公主 有矮人星球的小蓝人 更有大脸王国的兽王 等等各种四人非兽的怪物 空间站上有规定 凡是来这里看热闹的 都要带上自己的礼物 很快树人公主 就将父王身上的长生不老之 送给了博士 结果博士却什么都没带 于是他想到了个好点子 那就是谎称自己有仙气 只是对着公主吹了一口二氧化碳 果然公主就瞬间神清气爽了起来 接着就是小蓝人国王 他的礼物就有点恶心 是一口万年老浓潭 只有复制党的人 送的礼物比较有价值 是一枚重达16.6公斤的黄金蛋 最后一个出场的是一个 被困在钢架上的凉皮 他也是宇宙中最厚的人类 勉强成了这个样子 并且每隔几分钟就要喷水一次 防止皮肤因为干而撕裂 但他的礼物 却是宇宙上最后一颗鸡蛋 寒酸的不能再寒酸 很快船长就宣布 离地球被吞噬还有十分钟的时间 大家都兴奋极了 只有一旁从过去穿越到未来的小美 十分的伤心 可他做梦也不会想到 空间站也即将面临灭顶之灾 因为复制人送来了的金蛋里 却爬出来一个像蜘蛛一样的脏东西 就在他要对小美下手时 博士刚好找了过来 无奈小蜘蛛只好钻进了下水道里 结果下一个受害者上线了 一个长着满口小白牙的女工 正在下水道检查 开始的时候 他还觉得小蜘蛛很可爱 但下一秒 他就意识到了不对 可以进来不及 就这样领了不要钱的盒饭 很快站长也发现了不对 因为空间的运行轨迹 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稍有不慎 空间站里的所有人 就都会被考化 就在站长着急地查找原因时 小蜘蛛则趁机钻了出来 随后又跳上站长的桌子 就在站长纳闷的时候 一爪子就按在了 打开阳光过滤器的开关 很快强烈的阳光就射进了屋里 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马上就要发生了 站长被烤成了渣渣 随着空间站的温度越来越高 还伴随着轻微的震动 博士似乎发现了不对 于是决定去引擎室看看 唯一知道引擎室的公主 就把博士带到了那里 因为这里有着全宇宙 最先进的飞船技术 号称永不沉没 可如果一旦被入侵 里面的人就根本没有机会活着出去 所以从来不允许外人进入 而引擎室是由无数的巨大扇叶组成 他们能在靠近太阳时急速降温 可现在却出现了失去控制的状态 博士赶紧打开他们的控制器 结果却钻出来一只蜘蛛 这显然不是控制站里的东西 很明显有人想要搞破坏 博士赶紧抓走一只蜘蛛 去赶快通知站长 结果站长是不仅挤满了人 就连大门也是怎么都打不开 博士赶紧打开控制面板 发现阳光过滤器 已经处在完全失效的状态 恐怕站长早就已经变成烤乳猪了 而此时的小美也被神秘人 关进了一个密室里 更要命的是 密室里也关闭了阳光过滤器 任凭小美怎么敲门都无济于事 还好幸运的是博士找到了她 并及时打开了阳光过滤器 可在大门上却迟迟找不到开关 所谓解铃还虚细铃人 博士赶紧带着小蜘蛛 来到空间站的核心舱位 为了找到小蜘蛛的主人 博士一脚把她踢了出去 很快小蜘蛛就来到了凉皮的身边 但凉皮只是用了一下眼色 小蜘蛛就立马跑到了操控者的面前 博士想去问个究竟 却意外扯下了她的胳膊 原来她们都是假人 随后一拉开关 这些黑衣人全部倒在了地上 而小蜘蛛又赶紧跑到了凉皮的面前 见自己已经暴露 凉皮也是不装了 原来她之所以想毁掉这里的一切 就是因为想得到一笔巨额的赔偿 好维持她整容所需要的巨额之初 伪造一起事故是最合理的办法 而且这里的人都是有钱人 显然赔偿的就会更多 说完她就带着她的护卫消失了 而空间站也开始了更加剧烈的晃动 眼看离太阳越来越近 博士必须要去启动空间站的防护罩 但必须要躲过扇叶的攻击 但如果关闭扇叶 空间站的温度就会急速升温 为了所有人的安全 树人公主及时抓住了控制器 可即便是拥有超能力的公主 也招架不住高温的滞口 很快就燃烧了起来 眼看太阳就要吞没地球 爆炸的一瞬间 博士看准时机 打开了防护罩的开关 所有人都得救了 只有树人公主牺牲了自己 看着一地的狼藉 博士决定惩罚那个做多端的凉皮 于是博士砸开了鸡蛋 果然发现了个奇怪的仪器 博士只是轻轻扭动了开关 就迫使凉皮现出了原形 可这次却缺少了两个守卫 凉皮还想祈求大家放过自己 结果却因为缺水 得到了自己应有的惩罚 这场危机也终于得到解除 女人的鼻子里吐出了一滴大姨妈 闺蜜赶紧过来帮她擦拭 结果女人就开始呼吸困难 两眼泛白好像要窒息一样 这可把闺蜜吓懵了 吓一秒 原来她是装的 那只是一滴番茄汁 可就在两个人调侃的时候 女人又开始浑身抽搐 好像中了鞋一样 更可怕的是嘴里还吐出了白沫 好像是吃了红伞伞要躺板板了 这把闺蜜吓得 不仅露出了你手机里的第十二个表情包 还被吓尿了 下一秒 可怜的闺蜜又被戏耍了 都怪女人装得太像了 这还没完 她刚把自己的手放在桌子上 突然 闺蜜又被吓完了 那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女人赶紧拿一杯水把她浇灭 结果那只居然是假手 一场恶作剧罢了 此时的闺蜜杀了她的心都有 然而当女人刚走过客厅 电视却突然响了 女人赶紧把她关闭 结果那电视又响了 不仅关不掉 电视里还出现个大黑洞 更可怕的是 她还在呲呲地往外喷水 女人赶紧叫自己的闺蜜 结果闺蜜这次是死活也不相信她了 下一秒 电视里就钻出来个针子 女人被吓坏了 可突然 女人一拳就把针子打倒在地上 眼看横竖都是死 女人死死地抵住针子的头 再来一个还你飘飘拳 又成功给了针子一击 接着女人使出了三连重击 这针子被打的也是满地爪牙 可针子也不是吃素的 她居然会泰拳 一脚就把女人踹到了沙发后 无论女人怎么喊救命 闺蜜就跟没听见一样 等到屋里没了动静 闺蜜才放心地来找女人 可一低头 你猜闺蜜看到了什么呢 你见过这么牛掰的羞花针吗 男人刚把她拔下来 结果下一秒 男人就直接卸成了纸片子 那么把她扎在墙上呢 小帅刚把她拔下来 结果不到一秒的功夫 直接撇茄子了 我的妈呀 这要是扎到地表上 还被鬼灭地球啊 就在刚刚 地上出现了个神奇的羞花针 还不小心扎到了一辆小汽车上 小帅发现后 想立马把她拔下来 结果就这么轻轻用力一拽 神奇的事发生了 驾驶千万的小汽车 直接就像泄了气的气球一样 瞬间就撇过了 懵逼的两个人一脸懵 转头一看 那羞花针又跑到了墙上 小帅才要拔下来问个究竟 结果下一秒 一动墙就直接泄气了 完了 这下可闯祸了 更惨的是 两个人还没等开溜 直接就被溜弯的佛波勒 给抓了个正招 就在两个人都要推卸责任时 一不小心 又扎到了佛波勒的手上 针头虽然小了点 但威力巨大 不心鞋的佛波勒 刚拔下来针头 下一秒 就直接变成了纸片人 这也太可怕了吧 为了不被人发现 小帅赶紧把她吸到了气球上 让她自生自灭 结果气球刚起飞 就炸了 可怕的羞花针 直接就炸到了地面上 小帅刚要去拔 却被一声尖叫喊停 妈呀 原来佛波勒没死 还在一边给自己打气 一边想抓他们 这个把小帅吓坏了 赶紧把下作案工具开溜 完了 这下玩犊子了 整个地面就开始颤抖 就连大楼也七明八正的 下一秒 地球就消失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汽车千万不要开在马路上 男人按下红色按钮 生胸的机器人就伸出了左手 开始在手机上疯狂的点击 尝试破解一项神秘的密码 那速度简直比法拉利都快 把小帅都给看晕了 原来就在刚刚 小帅新买的iPad 却忘记了密码 他尝试了无数次都没有成功 没办法 他只能拿出备忘录查看 结果新买的机器 密码根本还没来得及录进去 绝望的小帅太绝望了 于是他使出了大招 是一台五亿年前的密码破解机 虽然满身秀记 但幸好还能正常工作 小帅赶紧拿出钥匙启动它 只见机器人立马伸出左右手 精准的对准了iPad 小帅又按动了红色按钮 下一秒 机器就开始拼命的试错 那速度简直比电脑还要智能 全程不用小帅做任何事情 机器人就已经替他试过了三万个密码 这简直把小帅都给摔晕了 直到七七四十九个小时后 机器人突然停下了手 并且提示自己的主人 程序已经完成 小帅打开一看 妈呀 居然是初始闭码 是呀 新买的iPad自己根本还没有设置 真是太可笑了 他赶紧拿着iPad去卫生间里设置闭码 结果却发生了怪事 小帅一照镜子 里面出来的不是自己 而是个忍者 奇怪的是 小帅无论干什么 他都跟着学 于是小帅就拿起了刀 在手上玩上了杂技 结果忍者也学了起来 可下一秒就遭殃了 但小帅并没有打算停手 他拿了一把玩具水枪 不停地朝地面喷水 结果镜子里的忍者 也跟着拿了一把枪 可他拿的却是真枪 小帅又把枪放到了嘴里 忍者也只能照做 下一秒 他就把自己给赶了 男人意外割断了自己的手指 却一滴血都没有流 当他发现时手指已经被装进了鱼罐头里 又被紧急装销送到了各大超市 为了找到自己的手指 男人每天下班都往超市里钻 因为他的手指有多动的乞惯 所以他必定在一个会动的盒子里 可就是在超市里蹲了两百来天 也没能找到 于是男人一气之下 又单身了四十年的工资 买下了所有国旗罐头 可不管怎么搅拌都找不到 就在他绝望的时候 小卖铺里一个会动的盒子 引起了他的注意 买回去打开一看 里面果然是一根手指 男人往手上一安 哎 还挺合适 但他总觉得哪里不正常 因为他总是想抠自己 而不是抠桌子 果然男人在第二天吃饭时 就发现铃桌的手指更像自己的 那敲击的频率简直一模一样 更可怕的是 卷毛居然要用手指挖鼻孔 吓得男人赶紧一把抓住了他的手 上来就要硬抢 结果卷毛没有抢过他 两个人终于互换了手指 还因此成了好兄弟 卷毛说工厂里很多人都失去过手指 也只有少数幸运的手指 才能被真正找回来 为了避免手指再次被丢断 两个人一拍一合 递出了辞职信 随后阿强就做起了保安 每天只需要立正的生活 让他想起了自己在老家的日子 全是老年人 自己出来本就是为了寻找活着的意义 显然这里没有答案 可他刚准备辞职 却遇到了他的真命女孩阿珍 那抖腿的节奏 完全和自己一样一样的 阿强就像被病毒亚击中了 从此上班跟着阿珍 吃饭也跟着阿珍 本来是美好的爱情 却被所有的同事耻笑 因为阿珍是个怪胎 他有严重的洁癖症 不仅所有的东西 都要按照他的意识摆设 就连吃饭也要把香菜辣椒 分清楚了再吃 更可怕的是 他每天都对着一本黑色的笔记 也不知道在读什么 但这些 在阿强的眼里都不是缺点 而是优点 于是更疯狂的痴迷起来 他时刻想着阿珍 从此在他的眼里 无论是在车上 还是马路上 甚至是小伙的身上 全是阿珍的影子 直到这天 他遇见了个面色惨白的摩迪斯基 看样子已经不是活人了 原来在几天前 男人冒着大雨回家 结果半路 却下起了头盔冰雹 男人直接就被砸死了 可想赚钱回家过年的信念 让男人如同行尸走肉一样 还在拼命的前进 竟然谁也不知道 意外什么时候来临 他应该赶紧真心打下 阿强决定表白 于是就找来了 自己的好友商量 原来他们的爱情 是在公交车上 因为太急 两个人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更为了保持新鲜感 他们每天都要去蹭公交 于是阿强心领神会 邀请阿珍去挤公交车 结果阿珍却对公交车过敏 好在阿珍没有拒绝他 而是改坐地铁 但阿珍其实也对地铁过敏 只是不是很严重 为了解救阿珍的过敏症 阿强决定做一名出租车司机 每天拉着阿珍去上班 看着阿珍幸福 他就觉得很幸福 直到这天 阿强在路上又一次看到了摩迪斯基 他终于鼓起勇气 和阿珍表了白 结果却被阿珍拒绝 因为他认为阿强太穷 以后生的孩子也会穷 这简直是致命的伤害 阿强觉得天都塌了 于是回家就想了结自己 可突然 一个熟悉的声音叫住了他 砖头一看 居然是长着人脸的庇护 再仔细看 还是自己死了五年的奶奶 原来在奶奶死后 骨灰被一条鲜鱼给吃了 后来鲜鱼又被烹饪成了美食 被几个小孩给吃了 最后又排泄到了田地 变成了肥料 又长成了稻骨 再后来就被承栽的蝗虫吃掉 接着又被治理蝗虫的人抓住 做成了夜市美食 所以最后又被庇护吃掉 投台成了这副模样 奶奶告诉他 人生的意义有很多 能让人快乐的不只是爱情 如果在城市里待不下去 可以回家乡去看看 但家里的生活实在太慢了 他已经习惯了快节奏 人生没有追求和挑战 又怎么有意义呢 于是他又一次找到了阿珍 决定努力给他看 结果阿珍却要永远离开这座城市 原来阿珍一直有个秘密 就是在他五岁的时候 突然天空出现了个飞碟 紧接着就是一本书 掉到了他的面前 从此他就认为 自己一定是个外星人 那本书就是自己的任务 所以他根本不可能接受阿强 嫌弃他穷也只是个善意的谎言 从此阿珍就是白天看 晚上看 车上看 就为了早一日能破解他 自己好回到母星上去 直到这天 他在大街上 他遇到了个同样拿着小黑书的人 他觉得男人一定是自己的同类 为了找到他 阿珍每天去街上溜 直到他发现 男人居然是个环保主义者 阿珍觉得 这肯定就是自己的使命 从此他开始每天都捡上捡垃圾 有环保游行 他必须参加 还把捡来的垃圾清洗干净 一遍二次利用 他不仅捡瓶子 还种了各种绿色小神术 很快他捡的瓶子 就开始堆积入山 还成了网红的打卡地 每个人都会来这里 贡献自己的瓶子 直到这天 他在大街上 又一次看到了那个男人 于是他赶紧上线 询问小黑书的问题 就是一本小黄书而已 神术也不是神术 而是一颗普通的 不能再普通的道骨而已 阿珍顿时觉得天晕地转 自己一直坚持的事情 居然只是一场笑话 当场晕了过去 没有了目标的生活 阿珍开始颓废 他不知道自己活着 还有什么意义 于是他不过阿强的反对 决定永远离开这座城市 临走还告诉了阿强 自己拒绝他的真相 再到不要对爱情失去信心 再找个比自己更好的姑娘 这一刻阿强终于意识到 执念终究只会伤害自己 他没有拦住阿珍 却只想在这个城市里 安静地等他回来 阿强又坐回了出租车司机 更是遇到了形形色色的朋友 又爱舔东西的大强 无论是动的还是静的 他都要尝一尝 就连人他也不放过 原来他是个精神病患者 根本无家可归 为了帮助他 阿强把他带回了家 这毛病虽然可怕 但也不是一无是处 他就像个贪婪的吸尘器一样 把阿强的家舔得一尘不染 为了阻止他 阿强把他连嘴带脸的 给五花大忙起来 每天自己都带着他 可他一点不收敛 都把客户给舔懵了 有的不堪屈辱 直接 直到这天 他舔了个大妈 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后来他又遇到了个诸如女孩 和一只会说话的熊 为了证明自己不再是孩子 女孩不惜扔掉 自己小时候最喜欢的小熊 无奈的小熊只能四处流浪 整天买醉过活 但没几天 小女孩就会后悔 又把小熊接回去 阿强实在看不下去了 于是他给小熊买了部手机 叫他勇敢的和女孩表白 最后在阿强的帮助下 女孩和小熊结了婚 女孩还发誓 只对小熊好 原来活着 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 并帮助别人 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本以为他会一直这么平淡的生活 可这天却出了怪事 因为城市里 过分对熊的追求 很多人都长出了尾巴 而生活平淡的人 反而成了一股清流 阿强就是其中一个 也因此他成了名人 每天被各种媒体追着跑 为了躲避外界的干扰 阿强又一次想到了 那个单纯的姑娘 他来到了堆积如山的瓶子山 却意外发现了阿珍 原来阿珍治愈了自己的创伤 但现在阿强是名人 他觉得自己配不上阿强 但阿强却根本不在乎 他一把抱住了自己的姑娘 不久后 阿珍怀孕了 而奶奶也即将转世 成为他们的孩子 原来生活的意义这么简单 自己爱的人和爱你的人 都在你的身边 有一份自己喜欢且平淡的工作 保持善良的良好的心态 永远幸福的生活下去 老奶奶把一块有毒的碎玻璃 放到了三明治上 最后还端给了丈夫吃 可丈夫却一点没发现 反而喀巴喀巴的嚼了起来 直到嘴里吐出绿色的番茄汁 这把老奶奶吓得 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可她却没有拨打120 反而转头 支起了毛衣 没过一会儿 丈夫又开始喊叫 老奶奶做三明治 老奶奶赶紧又听话的 制作了一个给她 好像特别害怕丈夫生气 丈夫已经108岁了 她每天都要吃500块三明治 而且只要丈夫喊饿 奶奶就要立刻马上送到 这也导致老奶奶每天 什么都做不了 只能周雪在做三明治的路上 但她却敢怒不敢言 因为她早就习惯了这种生活 直到这天 她看见了一坨猫的粪便 为了泄粪 老奶奶捡起一块最大的 放到了三明治上 又忐忑地拿给了丈夫 而丈夫却一点没发现 反而吃得更香了 老奶奶更害怕了 第一次反抗 以失败告终 丈夫也好像发现了端倪 更凶狠地对待奶奶 没办法 奶奶只能更小心翼翼地 伺候丈夫 奶奶恨透了这个男人 于是她把一瓶果酱打翻 又选了一块最锋利的玻璃碎片 放到了三明治的上面 可万万没想到 丈夫嚼得倍儿香 奶奶都被吓坏了 可你绝对想不到 这一切都是奶奶的幻想 因为长期的家暴和精神控制 丈夫就算变成了干身 奶奶还是在重复 她生前的指令 真是太可怜了 所以要时刻学会 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 你绝对没见过这么倒霉的男人 第一天上班 就遇到了一群粉红色的怪物 男人想赶紧逃跑 结果却被一辆自行车绊倒 他惊恐地站起身体 继续往车站跑 结果仅剩的位置 还被别人给占了 射恐的男人 根本不敢去挤 就只能站在一旁 顶着包来躲避怪物 这还不是最可怜的 更可怜的是 一辆车经过 还溅了他一身的水 又脏又湿 简直难堪极了 可就在他无助时 一个女孩为他撑起了伞 男人差一级了 因为女孩根本不怕怪物 可你绝对想不到 这些粉色的小球 并不是怪物 而是雨 呆呆萌萌的样子 让男人突然有了快乐的感觉 女孩更是跑进雨里 拉着男人跳起了舞 男人第一次被鼓励 可感受到了被爱的感觉 他开心极了 可好巧不巧 等了一早晨的公交车 突然就过站了 刚刚拾起的好心情 就这么突然变得不好了 原来自己还是那个最倒霉的人 男人失望极了 可女孩却一点不着急 因为他知道 下一辆马上就会来 而且人会很少 所以所有的霉运 都会伴着好运而来 果然没过一分钟 公交车就到站了 而且整个车就两个人 原来男人得了怪病 每天都要靠吃药 才能维持挣扎的生命 即便这样奇遇的一天 也改变不了男人的病情 而女孩深深的知道 男人的疾病只能自救 直到下巴后 男人还是在整理今天的坏心情 想想自己被自行车绊倒 又想想汽车溅了自己一身的脏水 男人觉得自己活着 都是浪费空气 他刚想吃药 结果药居然变成了 白天那些快乐的小粉球 所以只有时刻记住快乐的事情 才能完成自救 试着不许关注你的情绪 说不定你才是最快乐的人